HELLO,我是阿怪 今天來介紹《夢幻新珠仙》 《夢幻新珠仙》是由《完美世界》所製作的 奇幻仙霞大世界手機遊戲 以小說珠仙作為背景 在還原珠仙經典喬傳的基礎上 擴充了更豐富的世界 玩家將扮演門派地址 被安排出去執行任務 卻在中途遇到師姐、月靈雙的背叛 堵入山崖才展開自己的奇幻之旅 遊戲《情懷》還原了想像 所造八大原作職業 南疆谷屋、宛獨門、長生堂、天鷹寺、鬼王宗 焚香谷、荷寬派、還有青雲門 第一次看到遊戲畫面 還以為會是一款3D動作類型遊戲 而這次的戰鬥方式卻是一般的回合之方式 真的有一點失望啊 不過以畫面來說真的還不錯 而回合之的玩法就比較普通了 就是使用技能還有普通攻擊 就可以攻擊敵人了 依照故事的劇情到一定程度 可以開啟零寵系統 一開始有三種可以選擇 腰巢、鬼鬼或是三尾 而每個能力都差不多在選擇之後 就可以安排零寵上場了 而雖然是以經典小說 《諸仙》作為遊戲背景 不過這次是以第三人稱視角 去展現遊戲故事發展 希望能讓玩家體驗到 完全不一樣的《諸仙》故事 而目前遊戲還在測試當中 那我們看一下遊戲的畫面吧 好了我們要開始了 我們今天要玩這款遊戲叫做 夢幻新諸仙啊 對那是新款的諸仙遊戲 那它是由完美世界所製作研發的 我想拉近一點給你們看一下它的畫面 目前感受到就是還蠻中國風的畫質啊 應該還算還不錯 好我們先跟著劇情走吧 那先要說到《諸仙》 其實《諸仙》這個是很久很久很久 也很久以前的小說了 那在2019年好像改編成電影還是動畫 等等等等我有點忘記了 那其實算是一個蠻老牌的小說 那是由蕭鼎所製作 好像有一點點像是很有名很有名的那個 什麼三大玄幻小說之一 類似被譽為三大玄幻小說之一 我自己從《飄渺之旅》 然後諸仙還有一個我還知道 好大致上如果是小說謎的話 也可能比較理解 那至少他應該也會做一些動畫 如果有些在看動畫可能就知道 像剛剛他就有一個叫什麼火燒棒嗎 我記得諸仙就有一個什麼火燒棒 那其實他一開始我看他看好多門派 有大概有八個門派 就是有八個職業人物可以去用 然後我選了就是主角的青雲門 對是青雲門吧 好像是因為有點門派有點多了 然後我們現在的劇情不知道走到哪裡 有殺氣還是有妖氣 先說一下因為我覺得他有點就是有Q版 沒有這麼的寫實風格 哎唷QTL 有點Q版人物 但是他算是Q版人物裡面畫質算還不錯 你看那個旁邊的影子啊 還有那個風吹草動的狀態 怎麼又發出豬的聲音 呵呵呵 魂被打出來了嗎 剛剛是魂被打出來就對了 我覺得我們應該是在諸仙的背景喔 但是不是在 不是就是當那個 因為諸仙那個主角忘記叫什麼 不然我來找找 絕密 裡面是什麼 奪諸之士 可是不是 不是火燒 這邊好像有點盾 OK我們已經學完了技能 反正一開始都這樣子 那目前其實我用的算是 普通上的畫質 他還有一個最好跟藍光 可是因為藍光他目前還在測試版 他不讓我們使用 唉唷好頓喔 張曉凡啊 對啦 張曉凡就是我們的主角啦 朱仙的主角 所以我們是以第三人稱視角 去加入故事劇情 光影效果真的還不錯 哇還下雨耶 啊他會自己那個自殺 我記得他好像會自己自殺 對吧 這個是劇情還蠻經典的地方 我印象中是這樣 因為 朱仙這太久了啦 這太久了 他好像會自己自焚之類的 好像是這樣吧 結果是我拿到嗎 結果是我拿到嗎 然後完了已經大概有一段時間 沒什麼病了 vodka 終於可以開打了 果官閣下並非要同 等一下 等一下 戰鬥怎麼會是回合制 天吶 有人可以理解嗎 有人理解了嗎 太莫名了太莫名了 我都已經準備好 要加入戰鬥了 太荒謬了 他也是跟我一樣的技能 所以他也是清雲門的人嗎 剛剛發生什麼事 剛剛發生什麼事 我們被師父給背叛了 剛剛反轉時變成回合制 然後現在反轉時又被師父給背叛了 這個遊戲會不會太多反轉 太多燒腦的反轉 不過發現完美世界好像做了蠻多竹仙類型的遊戲 我去 不懂 我從一步 白癡喔神獸要傳你功力耶 好吧還有一些搞笑東西 我同年 我同年 所以我同年跟他有過瓜葛欸 我覺得遊戲最差的地方就是回合制 喔我們到了練氣了 這個 旁邊這個寵物是幹嘛的 就完成 5級之後就可以有零寵了 那個人物其實蠻標誌的耶 在右邊他這個人物會動來動去 你可以滾了 啊 張小凡嘛 對不對 你等級有難 速速退 進去 你等級有難 速速退 進去 吃火一枚 吃火一枚 剛剛我想說吃火一棍 天啊 回合制 嚇死我了 竟然是回合制 欸 喔畫面可以移動喔 不錯喔 來看一下法術 喔他是補師 所以如果一開始我選了補師 我死定了 因為講個補師完全沒有屁用 我來一個 我來一個 大迴旋 欸 可是在原地耶 我覺得至少是在原地耶 他剛剛在原地 然後直接變回合制 然後我自己是 手頭有間隙 奇怪 我一個小 那我什麼 密閃 我也納悶啊 難道 欸 當我們 行啊 走吧 我們去找點草苗真的檔案 這就是剛剛那個寵物嗎 這就是剛剛那個寵物嗎 草妙村之事 還出手燒 相信你可以走啦 莫博士他對你做了什麼手腳 走 我們去透天使 等我一下 這一段感覺 大家可以看那個畫質感覺很棒喔 好啦還可以啦 勉強囉 不過視野好像不是太好控制 我們有新法術了 我們有新法術了 唉呀 阿神肯定先摸死了吧 好氣喔 那你說話可要算睡了 你現在是 保密喔 九瓶散人 是不是有領寵啊 我們加入領寵系統 這段 這段 這幹嘛 哇 狐狸 喔我們可以選就對了 那我應該選狐狸喔 我們來看一下喔 草妖 喔都相近喔 那我選三位好了 我個人比較喜歡三位 恭喜你獲得第一隻零獸 看吧 你鞋帶的零獸 都在這裡 隨著等級提升 零獸 也會遇到 他就是你創蕩神舟的小跟班了 趕快謝謝阿神吧 哇 鄭主飛啊 這麼快回來了 為什麼誰可以飛箭啊 完了完了 巧了我失戀的零獸還想走 哪有這麼容易 這位學友 你居然拿我的寶貝零獸去做人 太過分了 讚 我們新的技能了 而且是範圍技 而且是範圍技 再用一次法術喔 哇 帥 哦 哦 我可以跳跳 被背叛了 也有死 男主乃 女主子 女主 女主 男主 女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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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迪场 女主 女主 走 我们先画个地方说话 真是瞎 我看了 怪不得 他要杀我 凭什么不让我查 你听我说 魔术还真是虎宿不在 神器室写诸遗失 速往青云山 查明其下落 总感觉这里边疼 嘿嘿 学学小事而已 不行不行 我也要去 休想 你不带上我 你为什么一定要 你那么笨 你还见我好多对美 哦 多了一个好朋友了 小阿生竟然成为你的仙友 高哥各大的派高手众多 结实他仙友资质不同 高资质仙友掌握得更仙友 会与你并肩作战 快点 阿生还在等你一起去青云查案 走吧 我们出发去青云 我已经有多开心 今天来吃太多了 你还会做的吗 你还会做的吗 我现在有一个好朋友 你会做的吗 你会做的吗